本节目由灯泡机 要你亮的珍珠美学 独家冠名播出 欢迎这位励志王王家 今天我们给你准备了惊喜 我们学了三天三夜 没有睡觉 欢迎来 大家好 我觉得Jackson 很期待这次可以 很幸运可以参加到 变身总动员 我给到刚才的金某 他有一样东西 可是怎么也不愿意 放到这个盘子上 是什么 你找我今天有什么尺度的问题 都问我过来吧 珍儿 你不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子 喜欢 你会主动告白吗 真的是怎么 真的是 那只能表白 如果你的粉丝爬墙了 你会送他们一句什么话 今天如果一定要在这里 跟一个人拍我的戏 你会选择跟谁 我问一个 这两个女生必须要选一个自己喜欢的类型是谁 第三题 好 白静婷 肖静腾 魏大勋 三个人掉进水里 你会这样 就谁 不行 这一期就别拨了 不行 这一期就别拨了 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 邀请我们王嘉尔的朋友张全 嘉尔这边没问出来的 我们就问张全好 他初恋是几岁 就是你的 他以为有个男生要打 然后他就说 嘿 我觉得这一次能参加这个节目非常荣幸 我是 欢迎各位收看爱奇艺的明星改造素人综艺秀变身总动员 灯泡之一要你亮变身总动员是由珍珠美学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最印最潮的时装集团IT品牌行业指定播出 上IT官网一览全球潮品 每周二十二点爱奇艺VIP会员抢先一天变身总动员 扫描屏幕下放的二维码关注珍珠美学微信公众号 超多福利在等着你 大家好 我是Fashion神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超A刘 我们是AFashion 同样也要欢迎一直守护美丽的魔法团们 欢迎你们 欢迎魔法团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一直在时尚边缘 疯狂事态的时尚小白杨子欣 大家好 我是整个小区 都觉得我活得毫不费力的方嘉义 大家好 用化妆找到自我 让变美成为习惯 我是你的专属变身魔法师卜柯文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每天都要靠一杯奶茶续命的尤天逸 天逸 你真的超白 好漂亮 镜头里看 谢谢 你是不是用了我们的珍珠美学灯泡机系列 就是偷偷上台前摸了一下 难怪肌肤健康透亮有光泽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励志王 王 王 对 大家可以想一下开动脑筋 我觉得应该是在一个行业里面肯定是非常顶尖 而且业务能力很强的才能叫做王 对 能够称之为王嘛 真的 不会你们前来了一只真的老虎吧 就是 牵着出来的是吗 所以他到底是谁呢 我们通过三个线索来了解一下 我们先通过第一个线索来看看他是谁 励志练习王 是不是意味着他曾经当过练习生还是什么意思 练习生真的蛮励志的 对 我是觉得是这样子 我们来看看第二个线索 音乐创作王 我知道是谁了 谁 是李荣浩 因为他是音乐创作嘛 而且他的眼睛就是小眼睛王 小眼睛王 我只听说有人管李荣浩叫小眼睛 没有听说管他叫小眼睛王 我客人给他翻个名号了 我给他做了个奖杯 他没拿 我们来通过第三个线索来看看他是谁 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这就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他的手还有他的定义人声 猜到我是谁了吗 好帅 原来就是他 让我们欢迎这位 励志王 创作王 名字里面也有王的 王佳儿 欢迎 王佳儿 好久不见 帅飞了 好久不见 帅呆了 好帅 好帅 现在我们有几个环节要考验一下你 来吧 不要什么绕口令的就好了 请出我们的首席测量师杨子欣同学 我来了接下来就是我们珍珠美学的首席测量师杨子欣 我们的家人哥测量一下 是粉丝想知道你身体的秘密 要知道什么秘密 测量了一些比较私密的 就从来没有在节目上测量过的地方 我从来没有测量过这能测量吗 你去吧 来吧 你哪里 腰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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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差不多了 六十八六十九 真的 六十八 哥你呢 我算了 我算了 还行吗 嘉尔必须要跟你说一句 今天我们给你准备了惊喜 什么惊喜 这个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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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辈子都从来没有跳过 我们学了三天三夜 没有睡觉 为你准备 就是为你准备 你一定要静静地欣赏 来来 一定要 来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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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吗 嘉尔有没有看懂我们刚刚的舞蹈 非常好的舞蹈 有一个什么 对 对 那个就是精髓 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就是巴 鼻 龙 然后那个diamond 就是我们的带门 太索 diamond 这是一个非常有态度的舞蹈 我可以来一次吗 你可以 来 一开始是这样的 这个 来 巴鼻龙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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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刚才说到立志王 其实我知道他的音乐上很坚持 他的音乐成绩也非常的棒是不是 就还占努力了 你觉得跟你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成绩 第一次有一首歌 我上了iTunes的全美国第一榜 哪一首歌 对 Fanny Man Fa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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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音乐这件事情上是非常主观的一个人 是绝对是自己非常坚持自己想要的东西的人 就还好一直在床 这里挖一个洞 那里挖一个洞 这里挖一个洞 然后就看哪个比较适合我 你好像土拨鼠 佳尔是有多重身份的 跟我们一起做过那个综艺主持 然后又是基建运动冠军 然后还是音乐创作人 所以这么多角色你更喜欢哪一个 我其实三个都喜欢 其实我之前做综艺节目的时候 正人秀的时候我也非常享受的 可能那时候唯一一个遗憾的就是 可能没有那么多机会展示自己个人音乐的那方面 所以其实觉得就现在我还蛮开心的 你知道那个韩国的阿姨什么的都很喜欢她 那为什么会那么招妈妈喜欢 真的我不知道 就很多人也说 杰尔杰尔杰森 我妈很喜欢你 那有没有想过是为什么吗 你觉得 我觉得她应该是长得太端庄了 就是感觉是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 那不是人吗这个是 谁不是 谁不是 那谁鼻子不是鼻子 就现在就是长得很帅 就每一个五官长得都非常的标准 我觉得是因为她嘴甜 就妈妈很喜欢嘴甜的男孩子 别以为我不知道 发生什么 发生什么 你别这样放大 到时候海涛哥又说 杰尔你干嘛 喂 海涛哥 刚刚这样弄了我的头发 放开我 放开我 我跟你说 我真的对天发誓 我曾经在电视上 就一直在看王家尔 因为我觉得王家尔在我的眼里有点完美 后来我就找他的缺点 你找我我今天有什么尺度的问题都问我我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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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找了半天没有找到你的缺点 除了最后我在台上某一瞬间发现 稍微可能矮了一点 稍微可能矮了一点 对 这是我认的 不是 这是我也认的 但我觉得还好了 就我其实是这样 我又不要打篮球 我又不要灌篮 矮就矮 矮就认 可能小时候就没有听我妈说早点睡 跟喝多点牛奶 就不搞成这样 就是 杰尔很可爱的 因为杰尔是属于那种 就是很害怕别人夸她的人 我就觉得有点真不知道干嘛 杰尔你知道吗 你在我心里是 别这样老 综艺天才 干嘛 杰尔你知道吗 你的音乐生涯在我们世界里 人生巅峰 杰尔你知道吗 你的舞蹈才华 我都觉得是世界舞王 你知道杰尔每一次你代言每一样东西 你看我都专门会去买 真的非常的好看 真的杰尔你为什么可以那么的优秀 那么的完美 你是怎么做到的 王杰尔你又再挖地道了 王波署 杰尔也是语言天才 就只是会说 就你要我写一个论文的话 我还是不会的 会哪些语言 会能生活的话 就英语 韩语 普通话 广东话 你跟我们节目用粤语做个开场吗 杰尔就变身总动员 语言天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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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是王杰尔杰尔老K星正在做一个 比赛 比赛 中东雨 他老K星 那一定要去节目 杰尔你为什么可以这么优秀 就只会能活吗 但是她刚才真的说那一番话觉得很有魅力 我觉得哪个女生要跟她出门的话 你知道做导游蛮好的我觉得 这一番话 接下来我们又有一个快问快答 快问快答 但是这一次我们玩一个新的 就是这个快问快答呢 我们很快问很快地答 每个人都要答 这样过去 不 只问你 来吧 一口气说出 三个你经常在热搜上看到的名字 三个 IG 这第一个 王杰尔杰哥 还有一个 我今天抱狗 对 好 那如果你的粉丝爬墙了 你会送他们一句什么话 我觉得这个顺其自然 如果那一位 其他人兄更吸引到你的话 那我更努力 来 我问我 问我自己 你问 来 第二条 你的音乐终于看过很多 没有看过你的演戏 是你在选剧本还是没有人找你拍 我觉得现在不是我的时候 但是我是愿意拍的 而且我想拍的电影不是爱情的那个电影 我觉得很尴尬 如果爱情片对我的 就什么山脚恋爱 什么 后不就 我是希望拍动作片的 吻戏不行 吻戏 吻戏 如果是动作片跟打戏 然后里面 好 真的是需要 打完了 就女主角 然后就 一团 是心动的感觉 如果作品需要就 也可以的 对 好 第二题 第三题 好 白静庭 肖静腾 魏大勋 三个人掉进水里 你会叫 就谁 谁都不叫 他们三个都会游泳 不 如果他们三个不会游泳 非要就一个的话 那我也不会游泳 不 你会游泳 我会开一个船过去 开个船他们想上来就上去 你开过去那个船 是先靠近白静庭 还是先靠近小静庭 还是先靠近游泳 还是先靠近游泳去 有些时候 你那个风向 就不知道 因为出来我想 就是想飞过去 你明白什么意思吗 你滑过去那一刻 他们应该已经都救不出来了 你看把佳尔给急的 我还以为是 什么难的问题 我吓一跳 好 那么现场 我魔法团的同学们 我突然抢弹 刚才特别难 我想到了一个 我来问一个 姐 海涛哥跟哥 掉在水里 你会先救谁 我当然是救海涛 我太抱歉了 你确实该抱歉了 我太抱歉了 来 什么问题 我和王嘉尔掉到水里 你先救谁 王嘉尔 王嘉尔 我太抱歉了 那我当然会选 嘉尔 我问一个 反正现在因为我们就那个 两个女生 这两个女生 必须要选一个自己喜欢的类型 是谁 哥 3 2 1 我知道 从这里左边开始 大家都 当然 哥 你会选谁 这个问题我很难过 其实这个问题我想很久 就这个两个女生好难选 这个女生 我选她 刘维 I'm so sorry 你知道吗 那接下来到你了 我跟你选择一模一样 是不是 对 我也非常 你把我想说的话都说了 子欣呢 我就 天忆姐姐 她真的很真诚 她那一句 她很认真 刚才那一刻 但是我说实话 王嘉尔真的是有智慧的 我觉得什么问题都难不倒她的 而且她业务这么精良 我觉得我也不太忍心 再问她下去了 但她选择随便问她 那最后一个问题吧 好吧 你哪里最敏感 我的淋巴线 淋巴线 对 你是容易那个上火或者是 你的最敏感的部位呢 如果是按照你这种医疗学法来讲的话 我敏感部位挺多的 我就说你们要把这个节目弄成个养生堂还是什么之类的吗 算了算了我们都不敏感 又没有珍珠美学灯泡机系列谁会敏感的对不对 对 肌肤健康 透亮 有光泽 然后今天呢我们的魔法传颂带的主题呢是 原来你是这样的王 因为我们的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从你家里带来了很多你平时用的一些私密物品 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些物品来了解佳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男孩 所以接下来请开启我们的魔法传颂带 这个是什么 这是喷鼻子的 因为我从小到两年前都是两个月就病一次 然后每两个月就要吃一次抗生素 那不好 对 真的非常不好 然后就找到原因是因为呼吸道 然后就每天很多沉很多灰 所以就 敏感 对 所以就每一天早晚都要表演之前都要喷一下 用完这个就好很多了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这是有特别的用处 这是什么 就是塞进鞋里面穿进去的 鞋拔子 对 这个要说一下 这是什么 防晒 我每天早上出门都会查防晒 你是怕黑还是怕皮肤 怕皮肤不好 不好 怕皮肤不好当然要用我们的 珍珠美学灯泡机系列 对啊 这个呢 眼镜 这也是我就是会戴的 所以你是近视眼毛佳儿 对 你多少度啊 我应该是400度 你这么重的近视 是你不戴眼镜的吗 就我怕就是我戴的话就这里老是有那个印子就很难受 那基本上是不是我们这个位置其实你看不清楚我们长什么样子 是真的 是真的 你看你白化妆了吧 画那么美 他真不看不清你 你们的轮廓我是看得清楚的 你看得出来我是一座山吗 会不会在王家人的世界里我是一座包纹的山吗 所以你平时也不会戴眼镜 就是虽然你是近视 但你什么眼睛都不戴 对 对对对 那你在台上那次是怎么摔下来的 难道不是因为近视吗 不是 当然不是 是因为大意大意 你一脚就踩空下去了 还好了就没有就骨头一点点就没事的 还是要注意安全 对对对 那帽子很眼熟 加尔的标识就是戴帽子 然后一个运动衫一个那个鞋胯包包是不是 对那时候 所以你每次上台唱歌都会戴那个帽子的原因是 就一开始会自己觉得 可能目前为止我给大家的一个印象 或者一个形象 任何曝光的一个机会 都是跟音乐没有什么关系的 就 我说solo 然后就可能 可能那时候的那一关我自己都过不去 然后就 我只是希望就戴着帽子的时候就 你别看我的脸 你也连我谁都别看 你就看一下这个舞台 如果你被感染的话 就谢谢 原来是这样子的 他只要一上台 就非常的有活力 他是真的在台下和台上是两个人 他在台上超级自信 你在台下的时候 我是能感觉到 你那种大男孩的那种感觉 包括追星啊 他看到了他自己最喜欢的rapper 然后他直接走上台 他也没有管那是什么舞台 直接拿起麦说 用英文中文和英文双语介绍这个rapper designer 所以我就那一刻就觉得 他是有男生的那种passion 但是又有男孩的那种power 所以他的这种 是tiger 英语全部用完了 英语全部用完了 但是他有一样东西 我听节目组说是 怎么也不愿意放到这个盘子上 是什么 我的配件 这个跟 这是一套吗 这个红色也是 都不会摘 你睡觉也不摘 对 我这些都不摘 不各 你为什么不摘 就没有这个习惯就一直在 而且就中间可能会有很多摩摩擦 但我觉得这也是我回忆啊 那你是会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然后我做得很好 我会给自己一个奖励 然后我买一个耳环 然后当做就是给自己的一个礼物 就是买一些手链啊 或者自己喜欢的一些链子 你对手势这么喜欢 你有送过别人手势吗 送过我们厂牌公司里面 大家所有人的一个一个项链 上面写着挺稳的 他很有团队精神的 对 孟晨 你呢你有没有 比如说你上台前 会给杜老师发微信什么之类的吗 就有一些行为是会让你觉得 有安全感的快乐的 什么事情 我就是如果那段时间太累了的话 我就会打开淘宝 打开淘宝 买买买 买买买买 我觉得淘宝一打进一按进去就出不来了 出来了 就什么都好像 我好像这个好需要 在那个软件里面会买一些什么东西 我会买防晒 T恤刀 耳塞 剪手指甲 对 也买炸鸡 炸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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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淘宝上买 炸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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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些时候我家的那个炸鸡鸡呢是这么大的 我想拿一个是比如说 方便的 方便的小一点 现在很多那种小的直接可以炸完了 到杯子喝对不对 但是大家都知道佳尔真的有好多好朋友 因为佳尔在圈里真的是人气非常的高 没错 接下来这一趴说实话我还是挺期待的 期待的 是由我们现场所有朋友送出来的礼物 对我们一起来按一下魔法传颂弹 好朋友给我的礼物 对 为什么连我都不知道 不是有些东西是我们的 是我们的 对我们也有朋友 对我们也有朋友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有朋友 我们 对 这个是 这个是我带来的 这是你带来的 我今天 没有我今天就是来的 我是来晒同款 因为我有这个粉弟弟 他是和佳尔哥的微博头像是一样的小熊猫 然后而且那个你身上那个小熊猫和他一样的 对这也是他这个人 对也是也是粉弟弟 我是去粉弟成都的活动的时候收到这个离 真的吗 他也去 对他也在 那时候我在那边你在你在台上演唱的时候我就 然后你又走过来在我旁边 然后我都 然后我就 我可能近视 真的不好意思 没有没有没有关系 就是你在表演嘛 对 所以你非常喜欢佳尔是吗 佳尔从来没听到过任何女生当面跟他表白过 不是那种喜欢干嘛哥你 就是敬仰崇拜了 敬仰崇拜了 你看他双手都合十了 你看他就 哪个女生告白说 我真的很喜欢你 我超喜欢你 这个是我那个许愿 对这还是养死心的 许愿吧 许愿吧 这个 这个 这个应该也是天意的 女生才会有这种自拍杆 其实是我的老肖哥送的 我知道 因为他们的那个视频很火 我说那些视频的运镜怎么做到的 我估计他送你这个 就主要是为了创作让你 没有 我们那个系列已经结束了 你系列结束了 那系列好好笑 那个是我们五分钟里面想到的 就是王 一加一二 王 王加二 那个肯是歌响 哦是啊肖敬腾 一加一等于王 王 王 加 二 哥 乔 乔 他很会想的 小组这么幽默 非常好 然后 然后有一个视频是 我在桌子下面一直在爬的 那个是我想的 接下来我跟你的刀俩 西桌子 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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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二 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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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完没完 人力都挺西的 西 西 哇那今天择日不如壮日 壮日不如今日 是的 就在今日让我们拍下视频 留下一些 最美好的回忆 就是我们如果是从这里开始拍的话 嗯 就一直一直拍着我们 然后我们呢 然后副歌的时候 Bullet Bullet 啊 就结束了 那我们来吧 咱俏 是 好 結束 這感覺OK嗎 可以 馬上要進入我們的第二大part的環節了 又到了素人改造的時間 沒錯 是的 那今天要來到我們現場的一位素人 他知道加爾非常非常多的秘密 而且他有一個請求 希望你能夠幫他一起完成 如果你幫不了他 他就會把你所有的秘密全部都曝光 說啊說啊 說啊說啊 那他能知道什麼 他知道可多 從小到大都知道 你說幾個來聽一下嗎 我不知道 不如這樣好不好 我們把他笑出來 我們先通過一段VCR來了解一下 這個知道加爾非常多秘密的人 到底是誰 是誰 本期來到變身總動員的煩惱素人 是從網絡報名的眾多粉絲中挑選出來的 他們帶著各式各樣的煩惱 千奇百怪的訴求 期待一下愛道球的時尚秘籍 找到變自信的方式 期待一下吧 大家好 我是張全 不會吧 我是王家王到大的好兄弟 他誰 從14歲跟Jackson在學校裡認識 14歲 到現在都已經11年了 Jackson還參加了我的婚禮 幫了我很多忙 我真的很感謝他 好的歡迎 希望你們從今天開始開開心心健健康康 你不回我的信息也可以 因為我知道Henry現在是 有老婆的男人了 我這次來呢 是有一個很重要重要重要的事情 要請求Jackson的幫忙 你一定要答應我的要求 要不然 你懂的 我可是知道你所有事情的人 你說話怎麼這麼不知 我叫張全Henry 是屁聽 是屁聽 怎麼樣 是不是知道你很多秘密的人 對 是不是真的 他是我人生最最最好的朋友 除了我親哥就是他 迫不及待了 快快 他是那時候我在 你是很怕他出來嗎 對 你一直不讓我們來取他出來 我們還把他給他出來 你說 你說 他是 他是 就小時候有些時候 因為我們有零用錢嘛 就家裡會給 然後有些時候就 就可能用完了 他是說都不會說 就直接 準備已經準備好給我了 就比如說 一天我上課的時候 我就會在想 怎麼辦 兩手空空 你明白嗎 然後我 一到那個飯堂的時候 他就 就 飯就弄好了 什麼 對 有些 對 對 就一句都不會問的 我當然明白 就不會跟你計較 我明白 我明白 我迫不及待想見他了 對 你先聽我說一下 那今天他其實有事 不來 就今天來不到現場 所以就 非常遺憾的 少來 根本不可能 沒有 我跟你說 佳爾 剛剛說了這麼多 就是不想讓我們把他請出來 而且 這位 這位同學已經到後臺了 他是因為 你先看看他在不在 好 在嗎 張全 在什麼 張全 在嗎 回來 回來 他知道我很多 就比較丟人的事 太好了 太好了 所以呢 就是 人生的起 不要 打斷我們 好 那接下來 然後我也就 好 謝謝朋友們 接下來讓我們用最熱情的掌聲 有請我們今天的 王家的朋友 張全 有請 歡迎 我是張全 Henry 帥耶 來 歡迎張全 歡迎 歡迎 啊 你 怎麼走 你怎麼走 你是否還在 怎麼帶走了可行 張全 他很害怕你出來 所以這個明明 一定有很重要的秘密被你掌握 沒有沒有沒有其實真的 就想想想一想再说 好 干嘛干嘛 张全 你好 先冷静一下 咱们就慢慢聊嘛 对 好慢慢聊嘛 对 我先跟全全聊聊 你猜一下他是哪里人 我猜一下他是你心里人 你猜一下 广东 你说几句话嘛 你说介绍一下 对啊弄一点线索嘛 你好 我是一丁 福建 是哪里啊哪里 福建 错 台湾 差不多差不多 潮州 潮州 潮州火锅 对 不是刘维 又被他带漂亮了吧 我跟你说啊 他可聪明了 他刚刚明显就在转移话题 像我们为一些那些不重要的 对不起 嘿 男人 没有 你知道吗 我其实有一些问题就蛮想问你的 就是你也知道大家 就是年轻的时候都有一些恋情吗 就是就是恋爱 他初恋是几岁 你是说papy love 就是小学的那种就是 我当然不是小学那种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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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指情窦初开的那种 那说 我有啊 我说说 我可以说可以说 就是你的高中啊 你看他 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呢 是一个非常外面的 没有很高大 这很小的 那是长发短发呢 中发 就是我这种还是说比我这种还要短一点 比你还要短 哦 那个女生爱好是什么 听音乐啊 听音乐啊 他也是很爱音乐的 看电影啊 哦 跟他一起啊 那那个时候王嘉尔 有没有为那个女生写过歌呢 那个时候开始创作了有没有 肯定没有 papy love 那个时候他都不知道爱情是什么 哦 哎 情窦初开的时候的王嘉尔 有没有做过那种很浪漫的事情 他以为有个男生要追他 然后他就说 嘿 Don't touch my girl 就抓人家男生 他对那个男生说吗 哦 我觉得这一次能参加这个节目非常高兴 我 No Don't touch my hands 谢谢 说到这里我很想问一下嘉尔 你会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子 很多人问我 你会喜欢长头发还是短头发 你会喜欢 我真的没有所谓 你长头发还是头发 还是没有头发 还是没有头发 没有头发 没有头发 喜欢就是喜欢 你明白吗 那我问你个问题 如果你真的遇到了一个很有feu的女生 你会主动告白吗 我觉得他会害羞 因为我看过他有一个节目 他有一个女生 他觉得还长得蛮漂亮的 然后那个女生进屋的时候 他就下惨了各种角落到处躲 谁是你 哦 杰森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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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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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森 杰森 你现在长大了 你还记得你四年前跟我说过你喜欢什么类型吗 运动型吗 对 对 健康的 所以现在还是这样吗 现在就是看缘分了 喜欢就喜欢了 不喜欢就没办法 那下一个环节就是好友现场爆料 现场爆料 没有 哈哈哈 请不要热乱我们的台上 三二一 啊 一种自己玩了腾自己好开心的感觉 问一下张权有什么想要爆料的 今天都可以爆料 ok ok 有趣的事情对吧 对修一点有趣的 有趣或者最丢脸的也可以啊 嗯 啊 就是他从小到大就很喜欢跳舞啊 bibox啊 看了几个影片然后就很厉害嘛 然后就回来学校都教我啊 要怎么bibox 然后就慢慢慢慢把我们整个学校的人都一起bibox 好像一个领头人病毒那样病毒那样 病毒一样 哦 全部人都一起在bibox 对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就是老师已经要崩溃了 崩崩崩溃了 对对对对 因为你想想个老师在说 那我们下一个过程然后全班都bibox 老师崩溃到谁在出一个这样的声 就全班都跟我一起罚留在学校 对 除了这个还有没有比较好玩的事情 我们放学会一起去合作局 比如 去一个商店 这个商店呢是卖这样类型的品牌的 嗯 然后去这个商店然后大叫他的敌人的牌子 就比如说去麦当劳大叫KFC 就是这种东西 就是我知道他们的竞争对手的名字 对对对对 说哎你看到没有我在吃竞争对手的东西 K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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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吗 好美啊 对对对对差不多这样 差不多这样 那他们会把你们请出去吗 对啊最后还是会请出去 这个游戏的嗨点到底在哪啊 不是就是小孩就有满足感嘛 那你觉得那一刻你是很开心很快乐 就很满足 我觉得好像干了大事一样 就我刚才听完觉得听得好无聊 但是想一想也蛮可笑的 因为只有最小最纯真的时候 对 才会做这一些就是这么简单 那是当时会觉得最快的 那你小的时候纯的时候也做过这样的事吗 嗯 我小时候跟别人比赛吃蚂蚁 比赛吃蚂蚁 吃蚂蚁 就小时候你会做一些很白痴的事情 小时候会 游泳池 我们去公众游泳池 然后从那里就跳进去嘛很深嘛 原来我的裤子是很松的 然后一跳就变成 哇 光了 哇 光了 跳的过程中啊 不是 一跳进去 然后一插进去 然后插进去 我能插进去 然后只剩褲子在这里了 只剩褲子在这里了 只剩褲子在这里了 其他人还在里面游泳 还在里面游泳 我在想 天哪 下面人的画面是本来游得好好的 你想一想在我后面游泳的人的感受是什么 那个人说糟了 我有特异功能了 我又透视眼了 这个就游过来 哇 他像我游过来的 那时候是我另外一个朋友 就是跳下去 然后就给我 然后我就穿上了 在水里面 就当没事这样 那张权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说 可以跟佳尔成为这么好的一个朋友 开学之前 就我刚进去这个学校嘛 我是插班生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一个人来到学校 然后他就这样看着我 你不要说到我好像有什么问题 我一直这样看着你 对对 然后我们开学了之后 刚好又在同一个班上 然后就又跟他同班 他坐我后面他就这样 又在看你 为什么还一直在看你啊 因为我刚来嘛 学校没有朋友 需要交朋友 吃饭的时候也是一个样 然后他又坐下来了 就从那一顿饭开始 就到现在 哇 对 真的 真的 佳尔也有说过 他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 然后见证了彼此 非常多重要的时刻 对 我当时被选去韩国的时候 我第一个人说的 除了我爸妈就是他 通知的就是他 对 我身边95%的人都叫我别的 是吗 别去 我那时候在准备伦敦奥运 然后美国也有很好的学校 接受我了 父母的立场就会觉得 你为什么要冒这个 这么大的风险去呢 你就蛮好的 现在干嘛呢 你又从零开始了 对吧 对 就一开始爸妈还是反对的 但到最后爸妈就同意了 但那时候呢 就Henry直接就说 你真的相信的话你就去 你别后悔 这样 哇 他告诉你的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的想法是什么 那肯定还是有点失落 但是你为什么还要说支持他 因为他很喜欢 就一直都很喜欢跳舞唱歌 每天一回到学校就看到他 一直 然后就bibox 是 对 我觉得观察到现在应该来说 张全是非常就是长期的陪伴在家人身边 他知道这个男生梦想是什么 想要是什么 对 当有一个这样的机会 其他人在反对的时候 作为最好的兄弟 他会知道想要什么 所以我支持你 有些时候我觉得 我很相信一样东西的时候 全世界都反对的时候 哪怕是你身边一个人 可以是你爸妈也好 你兄弟也好 那个人认同你的时候 你会觉得 那股力量是 你可以闯世界 那股力量我觉得 真的是真实的 我为什么知道你们的友谊那么好 是因为他在结婚的时候 我刷到好多关于佳尔在那个婚礼上的那个视频 因为他一直在帮着忙前忙后 而任何一个人找他合影 跟他聊天说话 他都是非常好 完全感觉不到是舞台上的那种王嘉 你自己在帮兄弟想策划婚礼 是不是 我真的从十四岁到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到现在 然后结婚了 然后就觉得 其实那种感觉很奇怪 你明白吗 就虽然我 我爱 我很爱他 但是 这是那种兄弟情爱 我懂 但真的到了那一刻 就是结婚的时候 就会觉得 还是 就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种感觉 就觉得有点舍不得 但是我很祝福他的同事 很有点觉得 失落 就是 就好像 你明白吗 明白明白 我是那时候也跟公司说了 不管那天 天 天掉下来 我都要 去 去 真的 对 但是我觉得王嘉尔也很够意思了 他在他最重要的时刻 张全给了他支持 但是在张全最需要他的时候 他也出现了 但是我听说 他策划的那个想法真的很恐怖 我求婚前我就问Jackson 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做呢 然后他给我说 你应该租一个别墅 然后上去二楼 装 掉下去 掉下去 就比如说这是二楼 二楼的那个阳台 然后 可能你的女朋友在这 然后呢 他就掉下去了 下面这就是有一个铺的垫子 就 Where you marry me 一般的女生承受能力 我不知道天意 如果你男朋友突然掉下去 有可能他还没得看到marry me 他就梗过去了 梗过去了 梗过去了 对 或者是还真 就是说老公 就晕了 真的 真的 你为什么不选择泳池呢 你在泳池里 要是裤茶飘在水上 然后上面marry me marry me的形状 多好 所有人在那个水底 对 从水里起来 然后大家一起 那是不是应该我 是不是应该我跳 是不是应该我跳 我喜欢这个创业 我喜欢这个创业 张权完全没有反应感 张权 张权 张权在旁边一点反应都没有 张权 张权 张权好冷漠 糟了他们看起来好合的来 我们来了 我们也做一起来来来来 来吧 但是现在在谈判一件什么事 我们再来浪浪吧 来 那最后张权用了哪一套方案呢 没有 我用自己的方案 那你自己的方案是 我想浪漫一点的 然后我们就去了泰国 放烟火 真的 我觉得女生还是喜欢这种 简单一点的 像什么跳楼啊这种 那除了求婚这个之外 还有没有别的 结婚前两天我在 就准备我那个演讲 宣言 宣言 对 他就给了我很多建议 建议 对 他一开始就想写的什么很 很什么诗诗啊 什么就是那种金句啊 我说 别种的东西就直接一点 你怎么想的 哪怕是很幼稚的 但你真心的就好了 对对对 经历过的片段啊 对 在一起的时刻啊 对 而且作为新娘来讲 你说完这个金句 新娘第一个反应是 哎这个词是谁说的来着 哪位诗人的作品 对对对对对 所以肯定还是要说一些自己生活里的点 对生活的细节 对 这才是最打动人的 是的 其实他今天来是有诉求的 对 因为你刚刚在那个VCR里有说 对对对对 你希望那个加尔帮你一个忙 如果他没有做到的话 你就现场放猛料 你都报完了 你该报的都报完了 你还有什么 有什么需求啊 就是我在婚礼上面 我唱歌唱得不好 因为我是前一天才决定要唱歌 然后一上到台我就忘了 找不到旋律了 对 找不到旋律了 紧张 对 然后就唱唱唱唱 唱到一半我就说不唱 不唱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 好了 不唱了 回家慢慢唱给你听 所以你是想要加尔帮你什么 就给我一个完整的一首歌 一个完整的舞台 献给自己的老婆 这是我人生中就会 可能我五十岁六十岁 看这会一个回忆 那当然 所以如果要给他们一个很好的舞台的话 那这次就要重新打造一下张全 对 是不是 对 张全已经给出了他的这个需求 如果在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 也可以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讨论 在我们的官方微博变身总动员 晒出王家尔市的好友 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的改造环节 请上资料板 好 我们现在要给Hurry来做一下造型的一个方案 我们造型的方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有关他一个性格的分析 忠诚 然后冷静 谦虚 坚持 我觉得都是他非常内在的一些东西 可能我们需要把这些内在的东西给提炼出来 然后我们看到他的身材的比例还是非常好的 腿长到了看有105呢好像很长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比例 所以我们这次是要弥补上一次求婚的一点点遗憾 对不对 对 那你太太会喜欢看你穿什么类型的衣服 西装吧 我觉得还是 真的吗 对 其实我觉得要是说他能够弥补上一次的遗憾 但最好还是能够比较浪漫深情正式一点的服装 比如说衬衫或者是西装这个来改造 从照片上面的面部轮廓看 它稍微有一点点 肉肉的 其实还是很帅 福气 对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些轮廓做得可能更立体一些 对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方案的改造的方向 嗯 明白 好 了解完我们的改造方案之后呢 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变身改造 首先是我们的灯泡机泡泡时刻 让我们有请魔法团的普克文老师 为张全清洁一下肌肤 现在我们先用这个珍珠美学的泡泡洗面奶 来做第一步的清洁 我们先在手上挤四五下 用这个清洁洁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需要干手干脸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很快的有非常迅速多细腻的泡沫 在我们推开的时候呢 它在脸上还会有很多这种微小的颗粒 这个其实是海藻凝胶 它能够带走我们皮肤里面的灰尘 就更容易地把皮肤清洁干净 这个泡泡洗面奶呢 部分男女生都可以用 它洗完以后会非常非常的舒服 不会有感觉很紧绷的感觉 我们清洁完了之后呢 就只需要把这个洁面冲洗掉就好了 我们在上妆前呢 还要用到这款产品 就是珍珠美学的珍珠发酵精华水 我们把精华水喷在化妆棉上面 把棉片喷湿 然后给皮肤做一个迅速补水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做完补水之后呢 我们就正式给它进行妆容的打造 好 浦克文老师那边好像已经画完了 接下来我们过去看一看好不好 对 我们简单的一个妆容就完成了 然后就可以进行服装的一个挑选打造 好 所以接下来就有请张权 还有佳儿一起去到里面 为她挑选衣服 好嘞 走嘞 走起 欢迎光临IT小屋 你的变身衣帽间 这里有最烟最潮的变身元素 将为你提供最适合的风格穿搭 潮牌尽在IT官网 我觉得这些衣服都非常好 五颜六色 但是我觉得 那是不是太休闲了 其实我 就是知道她一直以来这样想 因为我也是这样想的 一直以来 嗯 我为 准备了一套 你自己准备的 当然了 在哪儿 在 你看一点点 看一点点 哇 好刺眼呢 对对对 你先别看我拿给你看 好闪呢 我的妈 你又拿出来就知道了 哎呦很好看吧 本节目由灯泡机 要你亮的珍珠美学 独家冠名播出 扫描屏幕下放的二维码 关注珍珠美学微信公众号 超多福利在等着你哦 上绿洲搜索变身总动员 看节目时尚潮流单品搭配 想亲手为你的爱豆 赢得勋发资源味吗 想你的爱豆 登上纽约时代广场大屏幕吗 赶紧登陆爱奇艺搜索变身总动员 为你喜欢的变身爱豆打call 进入观看页面 下拉点击进入变身总动员 打call榜进行投票 最终排名第一的变身爱豆 将赞在时代广场C位 散发360度的魅力 每每天均有十次打call机会 赶紧转发奔走相告吧 让我们用最热力的掌声 有请出改造后的张权 欢迎 赶紧 赶紧 很帅 完了 他赢你了 真的 完全 哇 经过魔法团和好兄弟王嘉尔的帮助 张权完成了他温柔绅士风的变身 五官简单修饰 打造干净清透的妆容 服装上根据太太的喜好 穿上了王嘉尔提前准备的暗红色西服套装 整个人瞬间挺拔自信了起来 相信这样的张权一定能弥补婚礼上的遗憾 自己觉得怎么样 很好 非常好 妆也很好 衣服也很好 而且她穿上时装整个人自信好多 就那种帅气 对 感觉都挺起来了 更挺拔了 对 我特别能理解你太太为什么喜欢看你穿正装 因为你穿正装真的会不一样 整个人的气场就完全就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 有没有自信 有很有自信 有 很有自信 爱不爱老婆 爱 这句是今天晚上你说过最自信的一句话 对 今天非常感谢嘉尔来就是帮那个张权进行一番改造 是的 然后希望她跟老婆的那个惊喜能非常的圆满 非常的成功 好不好 是的 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祝福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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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艺 爱美变美是每个人的权利 只要秀出最个性的你就是最闪耀的你 本节目是由灯泡机要你一样的珍珠美学独家冠名播出 解锁上百种追逐方式收获成敦快乐源泉 你的私人定制尽在爱奇艺综艺 来爱奇艺起缩版看辨识总动员精彩短视频 智能电视下载奇异广TV4K电视大屏见证明星的变身魔法 那经过魔法团还有我们王嘉尔的打造呢 张全将要带着这份惊喜去到嘉尔的粉丝会上了 那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现在看杰克森的彩排 等一下就到我了 我很紧张 好 好 下一首 二十三 二十三 三千 加油 我一起排一下那个走位 上来以后就看一个步骤就好了 就是我们会跟着她看 然后再看到 好有没有想到 好想到 好 你為什麼今天怪怪 沒有 你今天就是怪怪 真的很怕 那個風格 我覺得他OK 只要真心對著嫂子 唱這首歌就OK了 其實你婚禮上面也唱 對 但是我覺得 就老實說 你自己也覺得 就不夠完整 你沒有給嫂子 表演過一個完整的一個秀 明白嗎 明白 我覺得你還是應該 你想就做 別人想這麼多的 幹嘛 我在婚禮上 為什麼會唱歌呢 就是要給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我可以為了你 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 拿出來給全世界的人 看到我對他的愛 是有多大 我 我 那今天你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我去表演了 我去表演了 我給你買了 開不學 開關 開關 可以 五分鐘吧 我到 我到 準備現在才開始 快點 大家 新裝打賣 王菊爾軍棒 old戰敗 王菊爾 關心打賣 就是看了这么多遍 还是觉得他的表演真的非常好 就真的超级厉害 尤其是我们昨天一起 就开会开到三点钟 然后早上他九点就开始 他的行程 然后他的表演还是flawless 就没有瑕疵 真的佩服 超败 我知道佳佳人会不会喜欢这个惊喜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人生中很难忘的回忆 唯一 最后的歌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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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对 是 是 I'm a dream I'm like a dream 求更多 奇运 作文化碟 一片的字 neden 成績對流星 做完的時間 我的心願意 愛在心底全都表示 從一滴指尖一扭感受 每天一回转晚餐 周边时间牵着你手 I love you for three thousand 我爱你老婆 我爱你老婆 Baby take my hand I just wanna be your best friend Cause I'm your father I love you for three thousand I just wanna be your best friend I just wanna be your best friend Straight out of love 好久不见 任务完成了 就从十四岁到现在 然后结婚了 然后就觉得 其实那种感觉很奇怪 就虽然我很爱他 这是那种兄弟情爱 我懂 但真的到了那一刻 就是结婚的时候 就会觉得 我很祝福他的同事 有点舍不得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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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身总动员 看变身总动员 精彩短视频 智能电视下载 极果TV 四颗电视大屏见证 明星的变身魔法 上微博搜索变身总动员 应看边聊 晒终于的时尚look 上绿洲搜索变身总动员 看节目时尚潮流单品搭配 爱奇艺越想品质